APEC峰会15号就要在美国旧金山登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重磅现身 但早一步登场的却是一波波呛袭示威 最新还有西藏人权团体在APEC会场摩斯康尼中心举步调呛声 尤其场馆距离旧金山中国城只有15分钟步行距离 华裔民众纷纷加入习近平这一趟美国行恐怕不好受 海外民运人士今日集结旧金山 反共人士计划动员近千人前往抗议 中国驻美西的各领事馆则撒钱动员当地学生 前往迎接壮盛士双方拼场意味浓厚 微信说刚刚接到洛杉矶领馆的通知 习大大将会访问美国 学生会的同学受邀前往旧金山 所有路费 时速费用 领馆全包 习近平从14号到17号都会在旧金山出席 拜习会及APAC峰会 颇有让美中关系破冰态势 而美方为了不让抗议局面失控 场馆为安空前严密 还有大批警察戒备 其实习近平38年前 第一次到访美国就是抵达旧金山 这会从名不见经传的中共人员 以主席之资就地重游 也启动大豆外交 中国在拜习会前夕填补大豆库存 7号和8号紧急采购超过300万吨美国大豆 预计这场拜习会兼APAC峰会 将成为国际局势转折关键 美中关系能否借此趋于破冰和缓 双方都急着把握机会 将风险降到最低 在新闻以后准备